第五题,以环保、生态及永续的观点评估 下列四种发电方式互相比较 哪一种最值得大力推广 那我们晓得如果要从永续的观点来看 就不可能是所谓的非再生能源 因为它们都是消耗性的,存量有一定的 用完就来不及补充的 所以答案不会是C,核能发电跟株火力发电 另外呢,水力发电虽然是属于再生能源 可是现在呢,我们采用水力发电方式 绝大部分都要采进建水库 而建水库有生态环保的问题 因为它淹没一大片的区域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它会有一些生态的问题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的是A,太阳能发电 所以第五题答案问我们说 以环保、生态及永续观点评估 哪一种最值得大力推广 我们答案选A,太阳能发电